肉絲維銜鹽果 用點麻油 白胡椒粉 然後醬油跟米酒 來自台灣的紐約留學生邱文蕾 愛吃也愛煮 他發現美國的台菜料理 不是太甜就是太鹹 少了那麼一點家鄉的單純味道 他化身美食糾纏隊親自下廚 將自製的食譜與網友分享 省錢又有家鄉味 我會覺得台灣食物都被改良 是我有去吃一些就是 大家說是這邊的台灣菜的餐廳 有可能也是受到這邊中國菜的影響 就是大家對於台灣菜的印象 其實會變成有點像是中國菜的混合 所以這邊的調味就比較不像是 在台灣的時候吃到那種很單純 很簡單的味道 邱文蕾將下廚的成果 放到部落格紐約野蠻私廚 獲得廣大迴響 或要擔任Mans Uno駐站部落客 野蠻這個字我想要傳達精神會比較像是 我其實是一個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精準比例的人 就是真的是隨性所制做的菜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種 只是想要做出自己心裡面想那個味道的一種態度 所以我取叫野蠻 學習表演藝術的邱文蕾 碩士畢業後來到上網的紐約 其實來紐約一直是我的夢想 就是不管是我以前自己學表演藝術 然後來這邊希望可以看更多表演 或者是對於語言上精進之類的 就是來紐約只是一個夢想 原藝術的夢也全新投入料理 現在廚藝也成為他揮灑表演的新天地 總項目的是 廚藝人送人